这个时候是圈也相对的 当时的做法这么有点 就是有人做了什么 有人这么做 有区别吗 有区别 肯定有区别 但是你们在练的时候 要怎么练 圈也相对去练 圈也相对于这个掌声 是不是做了一个 内旋 后数不是外旋 为什么我们要做内旋 那拳也相对的时候 虽然说坚决内拳了 但是我现在在 在阻力方向上承受 张力的 己有才是我的后数 虽然说我如果 这样做外拳 但是这个外拳在 这个方向有阻力吗 比如说我服务 这个有阻力吗 没有阻力 这个外拳是没有阻力的 虽然说后数 外拳会多数一点点 但是没有任何的阻力 但是我外拳反而改变了 在最高点承受 数值向下鼓励的 这个肌肉的这样一个区域 变成了哪个区域了 不能说完全中数 会往前跑一点 会往前跑一点 虽然你要完全想见后数的话 就要怎么去做 全眼相对去做 对 所以大家不要 现在不要签了 不要考虑 你们连中数后数都没有 就不要考虑中数 什么衔接又乱七八糟的 以后你们现在 练这个三手机 就分三个地方 前中后 就OK 不要搞一些 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你们练三十年之后 肩 你不能说有头大 你知道那么大的数号 对不对 你说你再分多点 铁房间可以 你就是肩这么大 对不对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